朕率大臣们出朝阳门 迎接他老人家 内务府 车辆安排好了没有 回禀皇上 一家安排妥当 好 出宫吧 太后老婆爷回宫 下官拜谢黄和娘 起来吧 谢黄和娘 皇上 没想到 黄和娘回来得这么快吧 这京城一出事 哀家是心急如焚 日夜兼程 累得 腰都快散架了 皇儿 没有帅大臣们 远迎黄和娘鸾驾 还请黄和娘恕罪 四哥 您心中要有黄和娘 这会儿 早就在朝阳门外等着了 这不怪皇上 都平身吧 谢太后老婆爷龙恩 心中要不怪皇上 皇上 还说好 老婆爷龙恩 不怪皇上 他房间 有个大臣 也不怪皇上 但是不怪皇上 你还说不怪皇上 海内 你还说不怪皇上 清朝的每一寸疆土 是不允许他人的马蹄来践踏的 但是 哀家到了山东德州水池的时候 才知道 边境的风火还没有平息 这宫中的战火又燃起来了 皇上提前回宫 把哀家和病重的皇后 扔在了回京的途中 皇后的病情这会儿 还不知道怎么样 可见得 皇上把朝政的事情 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这是帝王之大气象 先天下之忧而忧啊 哀家 真的是十分的赞赏 哀家听说 军机处下令 查封了李清王府 逮捕了李清王洪夕 还有哀家的那些侄儿们 督察院还查封了和亲王府 张婷 张大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回太后娘娘的话 军机处与尹齐大人接到他人举报 背了洪旺洪生 在李清王府制作假遗诏 还敢制作假遗诏 这不是犯了吗 回太后的话 督察院在李清王府 查查了王爷们安放假遗诏的墓盒子 那遗诏的 皇上可以叫人去拿 装假遗诏的墓盒子就挂在佛堂上 假的 皇上娘这都是假的 肯定是有人栽赃陷害 请皇上娘明察秋毫 皇上 你是一国之军 那你说怎么办 皇额娘 朕的意思 督察院如果办案不立的话 可以让刑部和宗人府 协同督察院审理 不知皇额娘意下如何 朕还要审呢 那好吧 既然皇上都这么说了 那就按照皇上的意思去办吧 不过督察院 你们倒是忽视了一个最直接的证明 那就是哀家我 盒子到 这个不就是哀家放在慈宁宫 佛堂的那个盒子吗 皇儿请太后老佛爷 打开墓盒 大白天下 皇上 真的要额娘打开这个盒子吗 是 如果不打开 大臣们 恐怕不会服老佛爷 好 那哀家就开盒吧 开就开吧 有什么服不服的 皇上 皇上 你可要想好了 恭请太后老佛爷 打开墓盒 向天下臣民 宣告先帝遗诏 若朕有负先皇 有负大清江山 朕今日就辞去这皇帝之位 臣恳请太后不必开合宣读遗诏 臣等 父老请老佛爷 不必开合宣读遗诏 长大 侍旧 十字想问太后老佛爷 当今皇上 英明神武 尊重祖宗法典 那老佛爷 为什么还要 擅自打开遗诏 十字 你又想诬陷哀家了 是不是 这可是皇上 逼哀家开合宣诏 并非是哀家的本意 臣恳请老佛爷 不必开合宣读遗诏 皇上 这全殿的大臣 都是护着你的 这也证明 你没有违背祖宗的法典 那哀家 就不起和宣兆了 不必了 皇儿请太后老佛爷 开和宣兆 皇上 开就开吧 啰嗦什么 你想干什么 这儿还没有你动手的份 你想犯上事吗 你给我滚下去 滚下去 滚下去 滚 回来 张大人 有劳你 宣读遗诏 皇上 您都看见了 这盒子是空的 诸位爱卿 平身 谢皇上 盒子虽然是空的 但是太后老佛爷挂和之心情深异常 但是希望朕不要忘记自己是爱心觉罗的子孙 不要赎点望祖 违背祖宗的意愿和法典 更希望朕做个好皇帝 不要辜负祖宗 不要辜负臣民 请 老佛爷 您不用伤心了 这墓盒 还是挂回到慈宁宫的佛堂上 还可以提醒朕 时刻谨慎行事 不负帝王之位 皇儿 你理解了 皇儿娘的一片空心吗 老佛爷累了 来人 扶太后老佛爷回宫休息 喳 DC 不沉默 多冷 区 不沉默 人 Italia 倒公 女 亩 公 老佛爷 您请上轿吧 哀家的那些宫女儿 和太监们都上哪儿去了 他们都回慈宁宫打扫庭院去了 准备迎接您老人家 老佛爷起驾 何卿王殿下留步 何卿王 皇上请您回乾清宫议室 高宗云 奴才在 老佛爷 你这是要把哀家抬到哪儿去啊 还没到呢 老佛爷 这都已经过了慈宁宫了 怎么还没到啊 老佛爷 您还是安静点好啊 你说什么 停轿 马上给我停轿 老佛爷 慈宁宫您是回不去了